我們就要來看 從這一段開始就進到趙慧奧秘的時代 奧秘是趙慧的時代 我們要從啟示錄來看 這個啟示錄 我來讀好了 讀前面這一段 他說 我看見這神經倫的奧秘 就是高揚揭開七印 整個奧秘就寫在這個七個封印裡面 第一印 第二印 第三 第四 總共七個印 那簡單的計是這樣 在啟示錄裡面有七印 有七號 也有七丸 七印 第七印 一二三四五六 第七印的內容就是七個號 七個號響 第七號的內容就是七個丸 這樣計就比較清楚 七印 七號跟七丸 他說 我看見坐寶座的右手有書卷 裡外都寫的字 這指著我們這位讀一個神 備用七印封嚴 我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揚說 有誰配展開那書卷 揭開他的奇印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沒有人能展開觀看那書卷的 因為找不到一位能夠配展開觀看那書卷的 這時候是那個約翰 門徒約翰就大哭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 不要哭 看啊 猶大支派中的獅子 大衛的根 他已經得勝 這指著誰呢 就是基督 他是猶大支派的獅子 他是大衛的後遺 大衛的根 他已經得勝 能以展開那書卷 揭開他的奇印 所以這個主耶穌 死而復活以後 這個歷史就 我們主耶穌死而復活 你看 照我們的時間來看 現在經過兩千多年了 但是在神來看 祂沒有時間的限制 主死而復活以後 馬上就到天上 就進到這裡來了 進到啟示路了 我們中間還有寶樓十四孟書信 還有很多的書信 但是主是直接跳過去了 直接到了這個後面 那個幕後的日子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四匹碼 四個印就是四匹碼 第一印就是 我們來讀 這個終點來讀 第一印 白馬與騎馬者 這裡有預表 浮雲管禪 因為白色在聖經裡面預表 清潔純衣 空公義 並可稱徐 那騎馬 騎在這個馬上是拿著弓 但是這個弓上這個劍已經射出去了 而且他頭戴著冠綿 他出去聖鳥又聖 這也預表說這個福音的廣傳 福音乃是聖鳥又聖 感謝主 所以從主被定死時之下以後 這一印從以前到現在一直在往前跑 這兵白馬一直跑 主後就開始廣傳福音嘛 全世界 從歐洲 到中國 到現在全地 都在廣傳福音 所以這是 末後的日誓 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就是廣傳福音 那第二印就是 紅馬與騎馬者 這裡就講到戰爭的普及 我們知道這兩千年來 這個戰爭是永遠沒有止過的 國的戰爭 國際的戰爭 在這一世紀裡面 一過一世紀還有世界的戰爭 兩次世界戰爭 然後這個紅色就預表 這叫流血 就是戰爭的流血 的進行 那戰爭就是一個流血的事情 那騎在馬上得了權品 要從地上奪去太平 使人彼此相殺 又有一把大刀賜給他 這是第二印 那第三印是什麼馬呢 是黑馬 黑馬跟騎馬者 這是講到飢荒會俱增 那個黑色是指的飢荒 這表明飢餓之人的臉色 臉色發黑 餓到發黑了 飢荒蔓延使人臉色發黑 然後騎馬上的手拿著天平 他說一個銀幣買一身麥子 一個銀幣買三身大麥 油和酒都不可糟蹋 我們知道這個天平是用來做什麼呢 是來秤貴重貨品的 你平常不會拿天平來秤 你去買以前那個 還沒有這個電子儀器的時候 你要買那個黃金啊 怎麼那個他會用天平來秤 或中藥 貴的中藥財 他會用天平來秤 一般的話就是用一幫的棒就去棒了 你看這個大麥跟這個麥子 這麼珍貴就表示當時 糧食非常的缺乏 人因飢餓帶來這個糧食缺乏 油跟酒不可糟蹋 所以在已過這二十世紀以來 飢荒在各地也都有蔓延的 各地都有飢荒 然後再來第四印 就是揮馬跟騎馬疹 講到死亡的試念 就是遭作災害這個襲擊人的臉色 臉色發黑 人死了以後臉上就發黑了 發灰就變成鐵灰色了 灰馬象徵死亡殘殺 造成一片悲色的景象 騎在馬上的名字 前面都沒有名字 就這個名字叫做石 陰間也隨著他 有全民是給他管轄地的四分之一 用刀劍 饑荒 瘟疫 地上野獸去殺害人 所以這二十世紀以來 這四匹馬同時在跑 有福利的廣傳 然後又有戰爭在進行 然後又有饑荒 然後又有人的死亡 我們在這個世代裡面 我們都經過 好 接著第四頁就是第五頁 我們一起來讀 第五頁 祭壇以下眾魂的呼喊 殉道聖徒從樂園求生緣的祷告 他們怎麼禱告呢 就是第四歷代 這些尋道者的聖徒 他們在神的祭壇上說 大聲喊著說 聖別真實的主人 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 給我們生流血的冤 要到幾時呢 就是這些殉道者 然後呢 於是就白袍賜給他們 又有話對他們說 要安息片時 等著一同做榮譜的和他們的弟兄 就是那些將要 也像他們一樣被殺的 滿足了樹木 所以說這裡的話就是要等候 這個得勝者的樹木要滿足 有一些在大災難時期 這個殉道者的樹木要滿 那個主才會再來 然後再來就進到第六印 第六印就是主聽了第五印的禱告 這位神聽了第五印 殉道者禱告 他就開始動作了 就是大自來的災害就開始了 第六印 第六印天地震動 就是大災難的起頭 對地上居民的警告 這裡面就有幾樣 這些都是屬於這個非自然 非自然的 我們可能雙子妹都還沒看過 我們現在可能有一些地震 有一些的海嘯 還有一些這個天氣 這個異常的變化的狀況 大風雪 大水災這些都有 但是你看這底下 事實上我們現在所經歷的 都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大地震發生這個我們知道了 而且日頭變黑 像粗糙的黑毛布滿夜變血 天上的星塵墜落於地 如同胡瓜果樹被大風吹動 落下櫃蛇的果子一樣 天還要擬挪移 好像書捲被捲起來 一切的山領海島都被挪移 移開了本位 這就像那個南海海嘯的大地震 這個很多這個 這個在亞洲這些國家 很多地方那個都已經移開位置了 那個地都移開位置了 地上的君王大臣將軍附伏 壯士了一切為奴的 自主的都躺身在洞穴和山領的岩石中 就是大災難這個開始 就是非自然性的 自然 自然的 超自然的 超自然的災難 然後在第六跟第七印之間 感謝主 就是到這個大災難的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些得勝子 他們要背體的 就插在第六跟第七 因為第七一打開就產生七號了 對不對 剛剛提到 所以在這中間就十二個支派 中有十四萬四千獸印 也就是講到被拣選的 以色列人在地上蒙保守 然後大逼的群眾在天上的殿裡侍奉神 也就是得勝者蒙救贖的聖徒 有些在災前就被提 他生命成熟不需要經過大災難 在災害來之前他們就被提了 享受神的看護和羔羊的牧羊 沒有 感謝主 好 那我們再翻過來 這個第六印打開以後 第七印打開了 第七印打開就 它的內容就是有七個號 也就是尋到者聖徒在第五印禱告的章音書 跟真正在這裡開始執行了 揭開第七印後天上的景象 當時是一片的靜默 就是短暫的這個靜默變形 也就是說當這個事情開始要急劇進行的時候 有一短暫的臨近的片刻 那使著基督就做大祭司 向神獻上送聖徒的禱告 然後七號就開始執行了 這裡面就 七號就是為了執行神的經輪 前面是揭開神的經輪 這邊是執行神的經輪 好 那裡面呢 我們就是講到這個有七個號 一二三四頭四號 都是跟大自然有關的 一個是審判地 第二號審判海 第三審判江河 第四號審判日月星辰 有沒有就是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大自然的環境 都受了審判 這個地有蠔子跟摻著火 有火摻著血 第二道地是地的三分之一被火燒 醋的三分之一也燒 一切的青草都被燒 人的這個飲食就會出問題了 第二個就是海 彷彿火燒著的大山登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變為血 火物也使得三分之一 船之一也壞的三分之一 這跟我們所引用的這個水有關 跟這個漁獲也有關係 再來就是江河 有燒著的大興 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種水之源 這些名叫陰塵 種水的三分之一變為陰塵 水就變苦 就死了許多人 這是水 我們是引用水 再來就是日月星塵 日流三分之一 月亮三分之一 星塵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 以至於日月星塵三分之一黑暗 白色的三分之一不發亮 黑夜也是這樣 龍子妹在讀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他裡面都講三分之一 他不是全部啊 也就是說神在施行這個審判的時候 還留給人餘度啊 他沒有過一半啊 沒有過半啊 就是三分之一受擊打 要人警醒 當時悔改 還有機會 然後到了第五號 你看就臨到人身上了 但事實上 神給人機會悔改 但是就著這個聖經所記錄 人還是不悔改 就像這個當初以色列要出埃及 這個食災都降下去了 以色列的法老王就是硬 並不要讓他們出埃及 就硬的心一樣 第五號就是第一樣的災害 已經審判人了 這時候 撒旦跟敵基督就開始合作了 使人受痛苦 這裡說到 有一個心就是這個三代 因為撒旦在舊約裡面 他稱為明亮之星光明之子 他是神所造 這個要帶領地上的活物 敬拜神的天使長 所以他是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跟隨 跟從他的 那這個撒旦呢 他就掉到地上 無底坑的這個鑰匙刺給他 那無底坑就有煙往上冒 好像大火爐裡的煙 日陀天空因這坑的煙就昏暗了 剛提到那個三分之一 第一方面在署名上有一個解釋說 事實上因為撒旦所帶領的就是那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天使地上的這個活物 所以神是極膽那個邪惡的那部分 好 那有蝗蟲從煙中出發飛到地上 好像地上的鞋子能力賜給他 唯獨可以傷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 就是當時這個逼迫沒有傷基督徒 我們都是受神印記的人 我們額上都有神的印記 這些有印記的人 神不許煌蟲害死 不會傷我們 但是沒有印記的人 那個就是要傷害他們 但是又不叫他們害死 就是給他們這個痛苦五個月 在那日子非常的痛苦 人要求死卻絕不得死 切忘要死死卻遠離他們 五月四號就非常苦喔 那第六號呢 就第二樣的災禍 進一步的審判人 這時在東方的兩萬萬馬軍 他們呢殺了人類的三分之一 他們從東方的 有這個柏拉大鵝就是現在的 又發拉底鵝 有四個死者被這個釋放 然後呢 他們配合這些兩萬萬的軍馬 這個他們從這個某日某時某月某年 聽說這加起來就是13個月 一天又一個小時 總共他們一路殺過來 殺了人類的三分之一 馬塞的數目有兩萬萬 兄姊妹兩萬萬就是多少 就是兩億 事實上有哪一個國家 可以出兩億的軍馬 只有中國 東方的中國 他們會從東方跨過 跨過中央 一直進到以色列 他們口中出來的火 煙跟硫磺 就像戰車一樣 這個炮火 人類的三分之一都被殺了 然後其餘未被這些殺害 災害所殺的人 仍舊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 還是去拜 你看喔還是這樣 去拜鬼 而那些不能看 不能聽不能走 經營同時目的偶像 又不悔改自己的兇殺 結束淫亂或偷情 這裡啊 你看這個偶像 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 我們在這個新約裡面 主說去拜那些 他就不能說 但是這裡沒有講不能說 因為當時的偶像是會說話的 會說話的 等一下就會提了 他會說話 然後第七點 差於第六號跟第七號之間的意象 感謝主 這時候基督事實上已經隱密中的同在了 他是另一位大力的天使 從天降下 披著雲彩 頭上有紅 臉面像日頭 兩腳像火柱 這位基督呢 他就從空中 慢慢的來到雲中 隱密中的降臨 在聖經裡面叫做巴露西亞 就是主的同在時期 主的巴露西亞 基督來就具有權地 這時候呢 約翰呢就受子孤怒 繼續說預言 要去葬良聖殿 就是我們呢 所有被神養過的就是聖的 在這個大戰爭時期 我們需要被神養過 聖別保留天上的殿 把地上的殿給了外邦人 怎麼講呢 就是敵基督開始 他進到耶路撒冷以後 就開始要毀壞聖殿了 就是剛剛提到這個一七之半 這後三年半就開始了 他們要践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在聖經裡面 你若是讀到這個啟示錄 有三個數字是一樣的 四十二個月就是三年半 就是一千兩百六十天 所以他會用一七之半 就是四十二個月一千兩百六十天 這些都是講到 末後那個三年半 這時候呢 這個狄西蘇來毀壞聖殿聖殿 有三年半的時間 有兩個見證人 摩西跟以利亞穿著麻衣說玉言 後面的日期要改一下是一千兩百六十天 一二六零 地詐震動 成就倒塌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十個人有七千 這是幕後一次很大的地震 其餘的都精通 將榮耀歸於天上的神 阿們